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這個最新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鏡頭一轉 我們要說的是國際的新聞 這個 大家都相當熟悉的人物 叫做世衛總幹事 譚德塞 這個非洲人 這個 譚德塞 就是在最近的日內瓦召開武漢肺炎的記者會期間 突然之間 就是在記招那裏崩潰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就是譚德塞 有親友 這個叫做小舅舅 就是在家鄉 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被北部的軍隊 埃立特里亞 的軍隊 襲擊 然後離世 這句字眼為甚麼說法呢 因為我們發現 如果字眼用得不正確 節目有機會會有黃標 所以說這些話題的時候會比較迂迴 譚德塞 一邊說 一邊就是整個身體震 因為收到這個 消息 心情極度悲痛 記者會也開不了 埃塞俄比亞 其實這個情況 也相當之混亂 因為打了這場戰爭 也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本身這個地方 埃塞俄里亞或者埃立特里亞 是逆陰的問題 這個地方本身就是從埃塞俄比亞分裂 戰爭 這場戰爭打了很久了 在1961年打到1991年 足足打了30年 而這個 阿納特尼亞也是在聯合國主持的公投之下 正式脫離 埃塞俄比亞 獨立建國 這個獨立了出去的地方 繼續跟埃塞俄比亞發生戰爭 譚德塞家鄉正正就是在 埃塞俄比亞和阿納特尼亞的裏面 就是衝突的地方 如果換了用俄烏戰爭的角度去解釋 大家應該會比較容易理解 其實簡單來說 譚德塞 的家鄉就是在 類似烏克蘭 如果是烏克蘭就等於在頓巴斯地區 簡單來說 兩邊都在爭奪的地方 所以 無論你親俄也好 親烏也好 你也肯定是會成為磨心 你親烏的時候 俄羅斯來 你會被俄羅斯打死 你親俄 烏克蘭攻過來的時候 親俄分子絕對沒有好下場 譚德塞的家庭就是 在這個地方裏面 我們這節講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無限循環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因為受到黃標的打壓 所以我們有大量的節目 是黃標 又或者使得我們的標題出不了 如果我們的標題照出 節目就會黃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需要用英文字母代替 使得大家看不到那個標題 但是如果你看看封面圖片 你應該會知道那節講的內容是甚麼 但是這個方法也間接使得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一定是會差了 我也很想向Google投訴 沒有理由叫大家搜尋節目 搜尋兩個英文字母 叫做JB 這個是其中一個 字眼是會不知為何他的AI是接受的 我也想投訴Google很久了 麻煩你港共政府幫我們投訴 不過你有時間搞啊 我跟你說 剛才我已經展示了大量的搜尋結果 保證你政治不滿意 所以很好笑 你有政治的不滿嗎 有時間來玩 我們說回譚德塞 就是忽然之間在記者會裏面崩潰 他在記者會臨結束的時候 忽然之間就是語氣沉腫 就說自己 身體不舒服 就快要取消記者會 因為他接獲了惡號 接獲了他這個小舅父 這個小舅父跟他的年紀差不多 是好朋友來的 跟譚德塞感情很好 再問及他的細節的時候 他 他 就是 不想透露太多的詳情 因為怕 擔心受到軍方的報復 但是譚德塞是不是可以換來 一般人的同情呢 譚德塞 做了非常之多的壞事 他作為世衛的 總幹事 他 肯定是收了中共的好處 不停幫助中共為武漢肺炎辯護 例如要把武漢肺炎 變成新冠病毒 明明是來自中國大陸 世衛放過了中共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 的事情上 如果中國大陸是預早通報這個疫情 實際上 全世界 可以說是死少很多人 如果歐洲英美及早防範 很可能 就不會導致那麼多人喪命 所以譚德塞 作為世衛總幹事 有份幫中國共產黨 隱瞞中國共產黨引發出來的災難 這件事 帶來的後果極度嚴重 譚德塞所作的業 相當 相當 相當多 這一節我們也要跟大家講講報應的問題 一般來說 報應這個概念 是來自佛教的概念 說的是因果 所謂因果 也跟我們一般 常識和知識的理解是一樣 本身有很多事情 可能是有因果關係 換句話說 不需要有任何外力的介入 本身 某一件事就是某一件事的結果 所以前面 就成為了他的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說 說作業 譚德塞做業做了那麼多 理論上 應該報在譚德塞自己身上 根據佛教的理解 應該 作樂 就不是報在他身邊的人 但是因為 他的身邊的親友跟他的關係密切 多多少少也跟 過去 那麼多 那麼多生那麼多世的緣份有關 所以呢 有機會這個真的是 是譚德塞所作的業 的一個報應 不過非洲這幾個地方 就是處於 一個非常之混亂的狀態 簡單來說 膠戰 彷彿好像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本身一個戰亂的地方 有利說不清 有時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要考慮自己 做的事情 對其他人有多少影響 有些時候 你可以計算到 可以衡量到 有些時候可能真的無法計算 所以剛才剛才說的因果 到最終 也不是看 你是不是做了一件事 對其他人有影響 你的出發點也是重要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出發點 真的跟善心有關 但是錯誤地引申出 對其他人不利的結果 那麼理論上 理論上你是不應該為了 這個錯誤是要負上全責的 換句話說 跟你的想法是有關 你可以是 想做好心 但是不小心做了一件壞事 這是不應該受罰 所以譚德塞這個case 其實他 很明顯是知道中共是做了一件非常之錯誤的事 所以他應該 清楚明白 知道自己幫 一件那麼邪惡的事做掩飾 會有甚麼後果 這個就是所謂在大是大非的時候 你所站的立場 如果你不看 大的是非問題 只是著眼細的地方 那麼你的判斷就是會出錯 這個邏輯 最常出錯的就是那些藍絲的邏輯 他們最擅長的就是 叫人們不要反抗 你反抗就會被人打 就會受傷了 他認為這樣做了好事 實際上他們在做的事 是不斷助長 邪惡不斷助大 換句話說 我們用這把尺去衡量 用大是大非的角度去衡量 表面上他們自己覺得 可能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完全是無視的大方向 實際上你在做的壞事 是更加之嚴重 這也不是說你自己相信自己做的正確 就等於整件事 完結了 你除了要相信那件事是正確 一定要在你的心裏面 要有正氣之外 實際上你還要看一下 客觀的大方向 到底 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件事 是不是真的正確 他們在做的行為 基本上等於你見到 就是一個綁匪 又或是一個刊匪 他剛剛去完打劫銀行 然後被警察開槍射傷 然後他想去挾持人質 挾持人質 人質看到他受傷 然後覺得他很可憐 還要被人追捕 然後你同情就變成刊匪 同情綁架那個人 你覺得保護受傷的人 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這些情況 完全是無視整個現實 整個現實就是他原本窮凶極惡 實際上在這件事 事情裏面 他也不斷在做刊匪的角色 甚至乎是捉走人質 這正正就是香港有大量的這些藍絲 就是覺得 自己關心 就是做盡壞事的政權 他們拿個放大鏡 看著 警察說警察受傷 被人扔磚 他們覺得保護受傷的警察 那個黑警才對 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好事 他們完全無視中國共產黨和港共政權 整體的大方向做了甚麼壞事 甚至乎他們選擇性失明 當有人指出給他們看 整件事的大方向 拿證據給他們看 他說這些是假新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他們在做事 就是在做業 所以 會有因果會出現 他們現在已經在承受那個果 還未到達到更高程度的報應 所以說報應 報應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還未出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會有問題 應該會有問題 我們會有問題